其实科技进步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现在很多人要听音乐一边走路一边听的话 其实用的是MP3 但是啊 你有没有听过呢 这个风潮其实是开启的是 这个卡式随身听 我想对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呢 随身听这个字眼应该很少听到了吧 而所谓的卡带呢 到现在也是非常少使用 那么现在呢 这个著名的音乐大厂就宣布了 Walkman正式停产 随身听 走路历史 你知道这台机器是做什么的吗 来问问年轻人 你知道什么是Walkman吗 你有没有使用的吗 有一个CD吗 喜欢玩CD吗 有更多电子 你用纸材料吗 没有 我还没有纸材料 没错 这就是Sony在1979年 推出的第一台可惜式随身听Walkman 当年可是人手一台 没有的话就跟不上流行了 Walkman上市30年来 销售超过2亿台 但现在抵挡不住数位化音乐的潮流 Sony已经宣布停产 取而代之的是MP3 下载音乐 远远比卡带方便 更精准地说 真正让Walkman 彻底失去竞争力的 正是时下最夯的iPod 上市9年来 已经卖出了2亿7500万台 不过对于Walkman 有着特殊感情的民众也不少 这台红级一时的产品也难逃走入历史的命运 让人不声唏嘘